我們觀眾很想送一些小孩來美國 聽到我們這樣說都很害怕 中學的時候差不多高中 你對教育有一定的認識 你覺得應該送去哪些學校或者哪個州好? 不是說我自己家裡的人 我自己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我弄了很多人在維吉尼亞的林奇堡 你和我去了的 就是去保守鄉下的地方 很多人說學校排第一排第二 那些是不算的 你知不知道 維吉尼亞這邊全國排第一的中學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吸毒 品泛爛 為什麼亞裔的子女 把子女送過去之後 他們考一些科學 數學的成績就很好 那些就現在特別是互聯網時代 大家學起來就不是那麼困難的 但是道德教育 一旦差了就差了 我全部推去鄉下的地方 真的 我自己家裡的人都是推去鄉下的地方 那些地方起碼是一種基本的道德培養 結果去到呢 每個人都相信基督教 德育啊 我們以前中國叫德育 是啊 你沒有這種基本價值觀的建立 沒有這種培養 你真的 但是你去了大城市 後來我有朋友 原來在鄉下說最後兩年的子女過來大城市 後來過了大城市 她發覺有一條 其實她在鄉下的時候 我兒子變成美國人了 在鄉下 帶她進去就成了美國兒子了 來到大城市 來了一些好學校的所謂 發現呢 押藥和押藥在一起 就是哪個國家 因為移民多了 自己混在一起 那些子女反而進不了美國社會的那個群體 是 就是有這個問題的 如果是我自己 如果我有小孩子 整個都送去鄉下的 哦 這個問題也挺有的 我原本打算介紹那些人去澳洲 原來澳洲現在都不行 澳洲也被他們傾覆了 被那幫社會主義的那幫傾覆到一頭 因為德州人少了 德州人少了很多 他被外面的來的人侵 澳洲應該是好什麼的 是州府來的 德州的州府 現在都不敢叫人去澳洲 是吧 都不行 是吧 我們很多人來維吉尼亞 林特勃 那裡真是維吉尼亞中部里華盛頓開始三個小時 是 那些人就很 就是那裡呢 你如果車出了問題 10輛車停留會幫你的 那種的 就是好像美國傳統精神的 那你出去沒有人鎖門的 我們出去那幫同學 個個都不鎖門 他說我去你家 他說你自己進去就可以了 又不鎖門 而且房子很便宜 20萬元一棟樓 那些都挺漂亮的樓 他們住得挺開心 你看到了 你去過那一棟那棟 他十八銀多賣的 哦 你說那個在市那裡 在林特勒市那裡那棟高樓是吧 不是 不是 你去和我住的那個 哦 那個家裡 那個房子 五個房子 很漂亮啊 那個地區 我看到有湖又好 空氣又好 又安靜 實際上都是一樣的 其實在美國生活哪裡都一樣 你今天購物那些東西 都不用去購物 人家送過來給你 所以起碼你物質 一些分別都沒有 物質一些分別 上了互聯網 又是沒有分別了 是吧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現在在美國去哪裡生活 買東西當然是Costco送過來 不是 Amazon送過來 買便宜的當然是Costco 當然是這幾家東西 我現在住在哪裡 根本就沒有分別 根本就沒有分別 當然 就是所以 不是 就是講回這個 就是我媽媽那邊 就是姓潘的 就是搞教育的 就是北戴啊 北戴那些社會學的那些 那時候剛剛開發 就是他們說定位 他們說教育定位 先頭我們小時候不懂聽 我不是搞教育的 他說定位很重要 就是一家學校的定位是吧 是不是教育的定位很重要 這個東西你教育的 我們香港人就沒有去 我們自己生活在好的教育裡面 就沒有去留意那些什麼叫教育 實際教育現在看起來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有宗教 就是我們以為宗教可有可無 真是沒有 真是差很遠的 沒有宗教是差一段 其實真的不是教育定位 是人生定位 是 第一件事你要決定 做不做美國人 是 雙個小孩做美國人 你要送去美國人 就是美國那些 真是美國人 就是移民社會有時候 你知不知道大阪紐約的那些 來了三四十年的 不懂得講英文的那些 是啊 是真的 大阪 有一次我和朋友的女兒 很聰明的 我說 她的女兒說 她不講中文不學 從小就是 我說你老爸不懂得講英文 你和她怎麼交流 不就不交流 I don't 笑到 真的有時 你要和你的社會 定位 定一個你要做什麼人 如果你要做美國人的話 你真的要按照美國方式教育 就是在美國人中間 那就需要有很多傳統價值 有時有些大城市 而且我對把子女送來大城市 就很不一樣 很不宜 我這麼說 不只是移民社會的問題 有她的問題 而且是那種 就是 我不是說你不可以自由派 包括同性戀 我不是說 但是你的小孩子小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很穩定 很核心價值觀 做人怎麼做 那些就是家長自己考慮的 真的 那現在你想著什麼州 什麼州還可以考慮的呢 就是可以送一些去 比如高中這樣 有些去到大學 就很難說了 高中還有哪個州比較保守 這個州的教育有這麼上下呢 你怎麼看 哪個地方 好像我們的Junior 有三分之一就阻到傻的 就是它有比較 就是環境比較大 比較舒適 人比較大氣 在裡面呢 就有自己的空間 大爺 他有自己的空間 就是彼此之間有一種 那種 就是比較 我覺得是太迫責的地方 人與人之間關係不健康 人與人之間關係有些距離 有些有親近也有距離 人就比較健康 因為本來人作為動物來說 你可以跑出去就是天地可以走的 你去到一個地方永遠 就是城市叢林 你看看就是高樓那些 我是覺得人不是這麼健康的 很多地方可以很大 而且在美國 只要你不去到那些 就怎麼說呢 不去到那些窮到 真是社會高犯罪率的地方 都差不多 讀品要很小心 讀品真是問題 我六百年來讀大學 已經七成的人在吸大麻 有LSD那些 七成啊 大佬 我看見天天 這些人在宿舍裡面 癲癲癲癲 就是吸了毒的人 每個人都癲癲癲癲 那時候你想想 現在我估計是九成多了 現在去到吸毒那樣東西 我想問你 比如說宗教學校 很多都說有宗教團體辦的 那當然有天主教 又有鎮訓會 又有巡導會 又有Presbyterian 又有這麼多種 你有沒有哪種 覺得你比較放心的 宗教這東西真的不是哪種 就是哪個地方 給天主教會你又保不保守 我們附近的天主教會 很自由派的 那些神父 整個炸雞來的 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講他們 所以是很難講的 真的很難講的 就是我覺得地點給教育 比這個更重要 地區重要是不是 地區重要 是 地區重要 要選中一個 有時候這些東西是這樣的 你自己過來看 轉一圈 哎 終於到這裡了 好像我們去 Finchburg 那時候都是我開會見到 介紹給朋友 哇 這麼好這裡 就立即移民過來了 很多事情都發生的 就是你要自己看得對的 那些什麼又怎麼樣呢 譬如 Virginia Rinchburg 那它的學術你怎麼看呢 學術很重要的 其實我老實說 那些家長經常過來叫我 家長經常教我兒子 我女兒要怎麼去讀哈佛 現在高中要怎麼樣 我最好不讀 不是讀哈佛 我現在不要做那麼多補習班 天天都要這樣的 就是你的弟弟 你知道人啊 人 Elmer 你是很自由的那種人 人要有些錢 想的地方 現在過關教育家長 最大的問題就是 做了一個模式 把兒子推下去 不斷生 每個人都有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不斷吸 是啊 不行的 人有些有創造力 我自己家裡 不是我小孩子 我家裡的下一代 我都說 就是自由生長 就是最重要有一些 他開 不是你自由生長 你的才能才發揮到的嘛 是不是呢 我們自己受救都沒有 我自己受救都沒有自由生長的痛苦了 就是下去供人籠 我另外呢 我智力上可以自由生長 沒有讀書就沒有讀 沒有老師教的 沒有老師教的 他自己亂看的 所以後來 那些人說 你怎樣去讀書 我讀書呢 喜歡讀什麼就讀什麼 沒有書讀就是偷書來讀同學 抄書來讀 抄很多書的 那時候我們每天都手抄那些書 自己尤印都有 最重要是有這種 喜歡求之欲 最重要是求之欲 讓你讀什麼成績都重要 我跟你說 我有幾個朋友的小孩子 最討論歷史 我跟你說一個小時的歷史 不行 要做歷史了 哇 那些老師差點 不加學生事而已 那些老師真是慘 我們中學學的那些歷史老師 真是悶到 真是很難的 又要你讀 又要你背 很難 如果你當它好的故事來說 歷史真是最有意思的 最好的故事 真的故事 你講到它好不要聽的意思 就是這些老師真是害死 數學也是的 事實實是科科的東西 如果是那個懂得教的人 可以教得你很投入的 但是不懂得教的人 每個人都上課真的睡覺的 真是很慘 教學太綁住人 很恐怖的 教書是教書獄人 你跟學生 好像我們跟觀眾有一個交流 大家這麼說 你不喜歡聽的時候 你罵我 下次不說 不是這樣說就算了 或者誰喜歡聽就聽這個 那你學生就沒得走的 每天都要上課聽著 如果教得不好的時候 就是說教啊 很恐怖的 最後說教就變得洗腦了 現在就真的那些洗腦教育 我都不知道讓人走 沒有定走的 不是 反而我中學 中學的學術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中學老實講 那個身體很重要 真的身體很重要 我今天聽見了 我都挺熬的 飛來飛去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那時候鍛鍊 什麼運動都要參加 那時候的鍛鍊 將來很有用的 所以健康是第一 健康求之欲 但是有一個普世價值 宗教這些反而是重要的 那些所謂的學術高不高分 當然都是個個都在那裡說 個個都說要入名牌學校 這樣那樣 那些是次要的 現在美國那種機會 老實說 美國在每一方面都充滿機會的 真的充滿機會 不是說哪一門或者做醫生 沒有這樣的事情 每一方面 就是我們中國人說 項項有創業 不要緊 可能沒有那個行業 你都可以創作一個行業出來的 現在這裡 直接去自由度 這個程度 你創一個行業 如果願意創一個行業的話 你就大成功 不是小成功 是大成功 所以變成了 你給那個自由是好處來的 空下水道的80元一個小時 有時候怎麼說呢 有時候亞洲人比較容易有那些等級 那些階級觀念 階級觀念 沒有那麼強的 美國到現在都是沒有那麼強的 很多時候我就覺得 年輕人如果讀中學的時候 給一個地方他發揮很多想像力 他有他的想像力 他的人生作為一個人自由 好像樹那樣小樹自由那樣生長 生成什麼樣子 就算歪一下這邊那邊再平衡 沒有問題的人 就是有些自由 如果沒有自由的人約束 很多亞裔的小孩子 真的家裡管的小孩子 管的小孩子 到三、四十歲的時候 每個人造反的時候 因為前不久 我還跟一些亞裔 韓裔的小孩子 那些自殺傾向比較厲害 那些男生 就跟那些媽媽說起來 那些男生到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又去走同性戀 走什麼奇怪的地方 總之自殺率就搞得很高 這個就跟家長管得很過份 是有問題的 韓裔的家長比亞裔還厲害 又是華裔的家長 日本也是 是啊 日本那些老母 我那些兒子 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面子 每個人的教法是一模一樣的 最終那些教 小時候要乖要聽話 跟著學校名校 跟著是名公司 跟著是退休 老婆 又要對家 對得很厲害 日本還是這樣的 對親家對得很厲害 是不是跟我們那些人 跟著是退休 拿退休 日本這套東西 所以今時今日日本這麼墮落 日本真是衰落 就是因為這套東西 變成做出來的那些人才 那個小孩子本來是有才能的 現在怎知道就變成了一個 日本叫做 salary man 變成了一路一路的過程 過了這個過程 那一輩子就這樣過了 有些好聰明都不得了那些人 但是他就是走過了這條路 在那些大公司那裡 就退休了 那退休了 接著又拿退休金了 國家又給了保助 他就是全部都在那裡 第一 整個人生就跟他計劃好了 那實際他發揮了什麼呢? 零 就是對國家的貢獻 零 對人民的貢獻是零 就是他這套東西 整套東西就是等於當做官那樣 日本的大公司是跟那些官 做官一點分別都沒有 所以這些人 你不是蠢啊 這些人能力到不得了 那個腦子比我們還好 做事比我還好 但是他做事就是不行 就是他不敢想事情 他覺得想事情就要給人出了 就是他們日本人說 哪一眼釘突出來就要扔下去了 用那個錘子要扔下去了 叫做什麼? 江大七零鳥 他日本人是另外一個 他說哪一眼釘突出來 一排釘 誰的釘突出來都會被人打的 所以這件事真的 所以整個問題要解決 整個中國 整個大陸都是這樣 你知道我上海住10年 北京住10年 那幫人天天就是要入名校 入了名校回來 不要出來去華爾街 去做在投行裡 運的住反過來當事 當事是有影響力 又可以官商勾結 又可以找大錢 偷裏一個老婆 全部是計較來的 全部計算 一生人就是計算的一生 真是很不可憐 我看看他們 這樣來教小朋友的 完全是這樣的 現在大陸的所謂精英 精英你就認識得最多了 是不是? 精英全部都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 日本、大陸和韓國 全部是一手東西來的 真是痛苦 所謂東亞儒家傳統的文化 很多東西沒有講清楚 那種等級的那種制度 那種對人性的壓抑 現在回想一下 大家應該再想一下 這是一個大話題 其他 我現在看有沒有什麼新的新聞 都沒有什麼新的新聞 早知道拜登什麼都不認 現在還說整件事 現在變成了美國 不過也好 這次都看透了 他怎麼說謊 這次阿富汗的事呢 美國人民就看透了 這個政權呢 就是謊話精來的 這次看得多頭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有一點點 今次是比人民看清楚很多 都怎麼說呢 再看吧 現在因為他們 美國人最關心的 就是國內的問題 就是 總之呢 黎明年中期選舉還有一年多 我們再 小白 我這樣看法 這陣子習近平的那些行為 實際呢 他原本美國那些所謂支持親中的那些人 每個人都反了 所以那個氣氛大變 華爾街也好 我猜荷里活也是 荷里活根本沒有影片進去 沒有影片可以進去大陸 不是 荷里活沒有影片進去 荷里活現在資金斷了 中國答應的那些 是嗎 好啊 該死啊 該死啊 變成沒有錢了 就是中國可以靠接中國做一些資金斷了 那所令人的 荷里活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候 真的嗎 它沒有人拍 不要說 荷里活沒有中國影片拍了 就是跟中國有關的影片拍了 中國本身都斷了 那些所謂的那些明星啊 導演啊 現在窮到窿了 都在那裡叫救命 香港也是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現在說回頭 我們現在拍這部影片 我們又找了多少 我應該幾有信心拍的 大家 怎麼說啊 都要大家看吧 我前天就在那個三藩市 太平洋那邊 去過別墅 一個導演來的 很保守的導演 在哪個時代呢 是Frank Sinatra Dee Martin 那個時代的 導演來的 很老的就 是啊 很老的了 但是他有兩個兒子 都是電影行業 不過呢 絕對是保守主義的 我等一下下來跟你說 我回來的了 我回來的了 哎呀 搞得我 那就回來 我一會兒要去跟他們開會 跟一些重要的人物開會 還有拍照 他們一打一打 一會兒跟你說 我們下來跟你說 就相當好 整件事呢 他們原來都很熟悉的 關於這個數字化 整個電影數字化 是專家來的 這傢伙 專家都不專家 好 我等一下下來跟你說 各位 今天講到這裡 很多事情講得太多了 很多事情 但是我幫我好火滾 大家對不起 我 我這麼早看火滾 真的 不過真的 這種領導 美國就衰落了 是不是這麼說 問題不是美國的問題 問題是這樣的領導 就帶到美國衰落 所以特朗普說 美國第一 第一就是說要求上進 這個人自認低威的 在塔利班面前都是要跪下的 那不要說大陸了 哎呀 我不會說 我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各位再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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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